詞・編曲 華孝頂 anthony 博文 Essentials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 台灣還有比較好地方 選美比賽 這回到世界真的是 性別議題的一個很好的資料來源庫 2013年有個叫做地球小姐選美大賽 然後這個選美大賽倒在其次 重点是里面有个阿富汗小姐参赛 她是穿这样子的一个服饰 然后她参赛这件事情是一件大事情 回教事件 衣服脸上脸没有照起来都不行 何况还身体这样 赤坦坦地这样螺露出来 对她穿罩袍 所以当时她是遭到死亡威胁 但她觉得她要争取自己的 对身体决定的权利 所以她当时虽然没有得到前几名 但她得到最佳精神奖 美丽失业贡献奖 后来她在第二年第三年 我还记得她有被邀来当评审 可是后来我就没有在追这个新闻 也不见得追得到 因为没有什么事件爆发出来的时候 所以她穿这样子已经不得了 可是你看相较于其他 这种衣服的尺度的确是有差的 对于同样的性别之间那种潜质 2014年的时候 给她一个赞 同时我们当然给台湾很多赞 台湾有什么不能选美的 港督小姐 然后这些漂亮的小女生 然后到某些国家去进行交流 我就觉得看了这个图 我就觉得很生气 很违和 看来不舒服 番茄可以选番茄大使 总而言之 台湾选美超多的 然后还有很多的议题 讨论 无聊议题的讨论 或者什么新光小姐选美 苹果小姐今天到哪里去 苹果日报 到处都可以选美 然后这是有一年 文旦公主 然后还是我们美术系的同学 得到第一名 还不错吧 给台湾的选美师也 两个赞 三个赞 太棒了 所以台湾你说 谈女性主义是不是真的没有什么市场了 对不对 相较于有些国家 女性有这个职业 公开的职业都是不太适合的 譬如这位女性机师怎么产生出来的呢 因为她必须要为女皇室们开飞机 这个性别的这种分级是这么的清楚 所以万一只有女的皇室要搭飞机的时候怎么办呢 只好搭配女性的机师 所以才有女性机师 回教世界女性机师的这种产生 OK 那在这个我们说这个洋娃娃 对不对 巴比娃娃 大概都是以这个西方的样貌居多 但是呢 现在又有这个回教的巴比娃娃出现 不同文化圈的这个巴比娃娃 那像我们台湾就不用拿那么麻烦 对不对 我们什么要什么巴比都有 我们各种巴比 旅游巴比 宠物巴比 购物巴比 各种只要你要的巴比都有 我们甚至还有孕妇巴比 妈妈巴比 告诉你说 这个小女生有这种怀孕的这种梦想 你可以生产前生产后 再搭配医生护士或搭配给你搭配个新生 OK 多好 对不对 台湾 然后台湾呢 甚至就把你自己打扮成巴比 各种教你这个打扮的方式 对不对 没有问题 物化女性也不是 这就是大家happy 对不对 大家这个 有权利打扮自己 然后女为己悦者 或女为悦己者 融 所以要给台湾这样的一个氛围 给个赞 另外台湾比起其他的文化圈 还有太多好的地方 这东西有没有听过这玩意儿 歌哪里知道吗 OK 这是一种仪式 然后多半在四岁到八岁之间 歌厨一部分的这个等等 而且不但歌厨还要缝合 消去你的这个东西 确保人家结婚之前 不会出轨 而且婚后也会对他忠贞 因为这事情 搞这样子这种事情 这个事情还会有什么乐趣呢 对不对 目前为止呢 世界上也有这么多国家 依旧盛行 而且成为这个人生中的大势 然后大概在这个中东 北周有一部分亚洲的国家 OK 那我们要跟各位看一下 你可能距离自己很遥远 其实不尽然哦 这个是2008年的时候 这位这个女性的这个 报导 这个报导者 他曾经有一系列的报导 他就是以马来西亚 回照这个马来西亚的 回教的回族妇女 然后他们 带着他们的这个年幼的女儿 然后在穆罕默德 刚才说穆罕默德生日 是不是 要进行割离 然后他就拍摄了 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报导 这个影像 我来看看 这些人觉得他们不爱 他们的儿女吗 不会啊 爱的不得了 他们只是知道 女生一定要经过这个仪式 不然就不能在 被他们的这个族群所接受 或不能被他们的文化群所接受 所以大家在这边 然后非常的慎重 然后小女生脱下自己的衣服 然后看她这个表情 他们觉得很自然 应该的 小女生就是要经过 要就是要爱这一刀 你才会 你才会 蜕变 OK 然后就是很痛吧 对不对 要虽然经过安抚 还是很痛吧 应该是吧 对不对 这个 这个氛围还好一点 然后在有一些 稍微 较落后的国家 这个是在历史上的这种隔离 小男生当然也有啦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这个网络上有很多 哇 真的让你看看怎么歌 男生怎么歌 女生怎么歌 然后在不同的这个国家 有不同的这个举行的方式 或者用不同的设备 像这是一个这个 在西方曾经这个还蛮 有点小明晰的一个名模 那他就曾经描述过自己小时候 接受歌礼之后 他就每一月立假来的时候 就很不舒服 因为没办法排得很痛 很痛快 很痛畅 那他就这个 一直到他成人之后 才想办法解决这方面的痛苦 然后还出了这个书籍 去说明这种状况 所以我要给他们这个 给我们台湾一个胜啊赞啊 为什么 因为台湾当然没有歌礼 这种事情 虽然我们一百年前 可能有过小脚的这个状况 那现在当然已经没有了 现在要歌 不论歌哪里 大致上都是自愿的 对不对 那这种文化圈呢 你怎么去看它呢 对于刚刚我们说 看到马来西亚的一些母亲们 对他们来说 如果他没有让他女儿去行歌礼 那他对不起他的女儿 面对对他女儿将来的人生的发展 婚嫁的这个选择 是有很大的影响 就跟以前裹小脚一样 那从外来的文化圈就觉得 如何 怎么可以这样做呢 践踏心灵 践踏什么东西 所以到底怎么样看 多元文化这个很难的 两难的 立体两面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变 一个这个议题 你在哪个文化圈 谁有权利去判断 这样的事情 它是否是适当 好 是 这个曾经接受过 歌里的这个女性 小女生 然后对于过往的一些回忆 这个台湾现在是没有啦 可是早些早些也有 对不对 你如果去这个有一些 尤其在西方的国家 有一些奇怪的什么 奇观的 那么小的那种展览馆 就常会看到那种图片 每次我看到就很生气 因为那种感觉 你就会去 你就会发现 那些去看 参观的 非我们这样的 一个族裔的那些老外们 或西方老外们 当他们来看到的时候 他们是这种 哎呀 怎么会有这种 低劣的人种 或者怎么会有这种 奇异的风俗 他脸上会列出那种猎奇的 猎奇观的那样的表情 那他还蛮生气的 OK 这个是推到 这个他们就会展出 这一类的这些图片 然后说明 这些文化圈里面 做这些事情 那么 大概在 我想可能是 应该是可能是 1999几年 应该9899吧 那时候有读到一篇 一本女性杂志 那本女性杂志呢 就有一个男生 然后他就写了这个 他的观点之下的 这个裹小脚 他说他觉得裹小脚 其实很有道理 他说你仔细想想看 然后因为这裹小脚之后呢 这个女生的这个就必须 这边的立足点就很弱嘛 所以你要用这个腿部的肌肉 所以相对腿部的肌肉 就会非常的结实 然后结实到上面 这个地方是哪你就知道 他说这种结实状态之下 会让他的这个对方 他的性伴侣产生 莫大的关于 他说其实是有 并不是钳制女性 实在对于两性之间的 这种生活是有一些注意的 他看了就觉得 哇女性杂志 看这个是在干什么 那当同学会说 这个一百年之前的事 还要讲他 但是异曲同工之妙啊 有些同学很会唱高跟鞋 我可以看到我这个 有一些年轻小女生 穿了高跟鞋 还可以在路上奔跑 哇我是万分佩服 那我穿了高跟鞋 就会觉得很担心 自己会摔倒 而且我真的是穿高跟鞋 那像这个鞋垫 各位晓得吗 穿高跟鞋 那这是什么样的暗示呢 到底是 到底他穿高跟鞋 伺候了他呢 还是有反过来 他穿高跟鞋 可以践踏在他的身上 我觉得这是非常难讲的 对不对 好高跟鞋 那也有我们的这个 很知性的女性代表的 他曾经说 他说他全体穿高跟鞋 就不一样 就要被施了魔法 有可能 你的体态姿势 气势都不一样 而且腿立刻就黄金比例起来 立刻拉长了头身的这种比例 好像是 但是这种审美的感觉 或者说这种身体 被施了魔法的感觉 到底是先天俱备 还是因为后天 社会的习性制约的 那我觉得这个 好像似乎 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下 也难人的群位 不知是如何 可是呢 这个到底 到底该不该这么做 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 这个有趣的例子 我们来看看这个是 慈禧太后的留下的照片 跟他的天祖等等 我们来看这个例子就来了 然后现在不同的文化圈 就有说来看看吧 这个真的是无聊了 穿高跟鞋的比赛 这是在俄国 是2006年吗 忘记了 然后他们如果参赛的话 他们规定是 高跟鞋的不能低于9厘米 然后大概他们得奖的奖金 是2000元美元 你觉得如果你愿意参加 你会因为多少的奖金 而去参加 这2000元美元 然后这个呢 这是2006年柏林 1万欧元 1万欧元多少台币啊 40万耶 我觉得这个还不错 值得哦 然后呢 对岸更厉害 2009年 对岸呢 办了这个高跟鞋比赛 而且有男子单向 女子单向 情侣赛 哇 还有男子单向 等等 突然搞得 高跟鞋变得不再那么临重 变得愉快多了 就不用那么去追究了 反正这东西就是 女性常穿的鞋嘛 男生也可以试试看 感受一下 体会看看 不要想那么严肃 也许日子也就过了 也没什么问题 OK 接下来再来看看 我们的文化圈才有问题 因为这是汉字 对不对 然后有一些汉字 大概各位也不乏听到 像这些都是负面的字 奴 妖 妄 逆 昌 肩 拼 表 嫖 嫉妒 还有什么东西 这个稍微好一点 可是它也可能是不好的意思 对不对 嫌 怎么都跟女生有关系呢 就有人觉得不应该 不应该如此 然后这个奸也是一样 这个曾经 他曾经说他很这个 OK 你觉得这个东西 到底是形容好还是不好 对不对 所以觉得这个东西 应该拿掉 它变成这样子吗 不知会怎么样 会这样子吗 这样会变成南极 对不对 不知计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想法的人 给他一个圣 OK 好 台湾还有个不错地方 台湾的女婴也很少被剁掉 这边每个新闻都是 这个中国啦 这个印度啊 每一年呢 被剁掉多少女婴 剁掉五十万啊 上千万啊 哇 那样的数字 真的是非常惊人啊 对不对 比起来台湾就好得多啦 至少稍微比较没有 所以我们一年 好像去统计 也会有这个 也会可能也会有几千个 据说可能会如此 OK 然后在这个印度的 这个小女生 争取受教权 还有争取改名权 因为他们的名字 清一色 叫做翻成中文 就叫往事 或者往事之外 然后我以前我的这个高中同学 有个同学叫女切 那我刚开始不了解 我说你为什么叫女切 后来知道 他前面有很多的姐姐 所以他妈妈说 拜托把女生给都切掉吧 所以他就叫女切 后来成年之后 没有再联络 不晓得他没有去改名字 OK 那这些都是叫做 印度版的往事 或印度版的女切的 然后争取他们的改名权 那现在台湾应该 好得多了 这是 哦 哦 我还不少 台湾的这个女婴 对不对 这个有这样的状 可以思考看看 所以这种昭地的观点 仍然深植人心 往事 女切昭地 看还有什么名字 OK 好 给这样的一个状况 比起他们来说 我们这台湾的小女生 现在叫昭地的 真的是没有了啦 对不对 往事也没有了啦 好 另外一点 可能还好一点 这个比起来 这个台湾也是本能不错的 你如果生在这些国家 你要小心 因为你如果这样子的话 不只是你自己的身体 身心灵受到影响 你的生命可能会受到影响 各位朋友们听过 荣誉处决 荣誉处决就是 这些女生好端端的 她可能就是 违背了家庭的这种要求 去喜欢不该喜欢的男生 因为她不小心居然被强暴 因为她不小心 跟男生讲话的时候 被看到 然后就被她很peaky的家人 然后认为她大丢起点 所以决定要把她荣誉处决 荣誉处决 OK 然后这个是荣誉 她曾经杀了她的这个女儿 只因为她的女儿 也是做了像我们刚刚前述所说的 这种事情 所以在这些地区 你要是这个 不小心 你要是被欺负了 或等等了 你就会被这个 那在台湾可能好多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比较不怕了 对不对 至少你就比较不会被这样子 对不对 对比起来台湾真的好得多了 女性的贴堂 OK 然后这个是前年的新闻 埃及有一些动乱 然后有这个女的拘留者 女的示威者 然后被拘留 被拘留之后 还居然进行 你是不是这个 你如果不是的话 你就是淫荡的女人 你最佳三等 OK 这个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 曾经碰到过 土耳其的这个女留学生 来念博士 他说他们在单身旅行 在土耳其旅行是麻烦的 因为他可能 如果到一个hotel去投诉 他们是可以 他们是可以问你说 你是不是已婚 然后甚至可以叫警察来抓你 然后抓你去验 你是不是 好女孩 OK 所以比较起来 台湾真的是 在这个部分 好得多了 对不对 还有在 有一些 尤其非洲的这些国家 这个我是晚餐 我是女性 我就是晚餐 为什么呢 没有什么东西好吃的 或吃完饭没什么娱乐 然后所以吃完完饭之后 我就知道我就是大家的娱乐 我就会必须要陪着 伺候这些人 这些军队打不完的内仗 然后管我的年纪四十五十 我都有这种可能 不同的年龄 在这些国家 小孩 小男孩 可能会当同兵 小女孩 也可能当同兵 也可能变成同济 同工 然后这老女人 还是有可能变成 这个餐后 大家的晚餐 OK 那比较起来 台湾可能好一点点 相较起来 比较不知道 那这要说一个 这个艺术家 玛格丽特这位艺术家 他曾经 有这样的一个作品 你就是说 想要你生理女性 管你的脸 长什么样子 对于对方来说 对于强暴犯来说 有这样的艺术来说 你的脸就是你的身体 好解吗 这是你的眼睛 鼻子嘴巴 你的脸就注定 你只要是生理女性 你就注定 你可能遭受这样的一个对待 OK 好的作品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在这个 20034年左右 然后这个 我们学校有这个 性别的这个艺术展览 然后当时有这个作坛会 有找一个台湾 很知名的男性学者 但是他是以教 这个性别研究相关的 这个论述 而知名 他就曾经来 这个他在当时演讲的时候 他就说 哎呀 他说女生啊 你自己要检讨 他说 你要觉醒 就是说 他觉得 许多的女性呢 是自己 在压迫自己 也就是说 你可能在你自己的 这个环境缺里面 你不知道反抗 你还是一样 做一个顺从的 这个媳妇 或是顺从的等等 那其实呢 当时我听到他这样讲的时候 我心里还蛮难过的 因为我觉得 作为一个 这样子一个对象 研究这样的一个议题 那是真的是非常宝贵的 稀有的动物 何况他是一个 异性恋人者 但是应该要从 比较感同身受的角度 去思考 女生为什么会被压制成那样子一个 必须要臣服 你的社会性别阶级 而并不是说 女生 你自己要检讨 因为不论你如何检讨 你如果说不要 但是你不能阻止对方 对你的 态度或对你的行为 对不对 这是我当时这样的感觉 那我觉得不错 这个不过 大致上还不错啦 至少台湾有这样子的 这个男性学者 这么关心女性研究 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或者是 这个相较起来 不同的文化圈的 婚配的对象 这个是 在世界的 这个联合国 儿童 什么什么组织里面 就被关注的一题 也就是 小心娘 在这些 尤其回教国家 常常看到这个 年纪很大的 这个男子 他还是可以取着 年纪小小的小女孩 管他的年龄差多少 OK 然后这样的议题 然后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这都要该怎么说 11岁 55岁 这几倍啊 比如说 如果今天你是20 你们是20岁吧 所以你的先生已经 不能用成的 22再加44 22再加44 刚刚退休 在大学里面 你的先生刚刚退休 就这样子 一个关系 66岁嘛 那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又不禁感到高兴 因为你看这小女孩 她显然觉得很新鲜 很好玩 对不对 所以她如果看起来很忧伤 我就会觉得好难过 可是她因为不知 所以还很开心 她可能觉得这样 没有什么 我就觉得 我就替她开心得多 性别一体有这种状况 有时候你知道的越多 你越伤心 还不知道 不知者 无感 反正过得很开心 很快乐 也不错 到底要知还是不知呢 对不对 或像这样子的 这是其中一个老婆 这是她刚娶的这个老婆 这可不是她的这个女儿 这可她的这个女儿 然后你看看这个环境里面 这个非常的 看不出 有什么那样的设备 但是墙壁上 这个可是血 这个血淋淋的挂在那里 那在这样的氛围里面 小女生能做什么事情 她这个 除了 除了这个 最好是逆来顺受 她最好这都不要想 不要知 对不对 她有一个叫 奥萨玛的这个电影 那描写的就是 小女生 然后在这样的氛围之下 为了要帮家里的这个女 男生都站死了 不见了 然后所以这个家里的女生不能随便出门 她呢至少还 MC还没来 可以冲装小男生 所以假扮成小男生 出去外面买东西啊 等样等样 后来呢 好景不长 MC来的时候突然被人家发现 她知道她原来是个小女生 她就 也难逃脱这样的命运 这让人觉得 非良啊 比较起来 台湾小女生 真是幸福到无边啊 对不对 我们怎么会这样子呢 对不对 你看我们的小女生 参加各种展览 看她的各种等等 然后有这个 被这个 在换不同的文化区 可以当她的先生这个人的观爱 然后颁奖 所以比起来 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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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 好 再来看看 新兴的性别行业 这个是 当这个 英国刚刚取完王妃的时候 就突然发现 英国原来有这样子的 一个行业 从小 训练小女生 怎么样成为皇族 因为据说她好像从小就 下定决险 一定要嫁入皇室 然后 当然就 有很多的栽培 所以你要怎样戴王冠 然后怎样喝茶 然后要怎样喝茶的时候呢 这个口红不要留在悲言 诸如此类吧 猜测 好 所以这个行业 不错 赞 很好 在台湾想必也会有一个 不错的这个 好等等 那另外有部落格 这个 知诗和小赖各位知道吗 他这一对是以视觉艺术 创作为主流的这个部落格 很不错 然后这个知诗呢 他曾经在国外念书 那他的这个部落格里面 有一次就po了 他在加拿大念书的时候 然后哇 这么肥大的加拿大女生说 你觉得我胖吗 他说还好 天哪 这么胖你还真甜不知耻啊 还好 后来呢 在美国更可怕 天哪 还好 哦我的天哪 吓死人了 回到台湾的时候 你觉得我胖吗 还好 哦天哪 OK 各位知道吗 这个身材啊 所以以前这个 早期会看到这样子的 厌食 想要受 受到最后厌食症 而死的这个模特儿 也不在小数 所以现在都有一些规定 就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你就不能这个 这个模特儿不能 这个MMI 是不是不能低过多少 就避免有这种状况发生 所以比较起来呢 就给各位等一下看看这个 我们就让各位下课 我们下个礼拜继续下来 比较起来呢 这个这个 这个叫什么 Street Boy 是不是 我有忘记了 那他们有个这个 Snack Street Boat OK Sorry 然后他们有一首这个歌 我就觉得 真的很不错 这应该是人家 Cuso的还是他们自己的原唱 好像是他们原唱 然后但是这个 我看了这个动画版 我觉得还真的很不错 看了以后就有 那种大快人心的感觉 虽然偶尔也会因为 自己的体重增加 然后限制自己该吃什么 不该吃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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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